正信方为真佛教 时下,一些修行者过于痴迷于纳吉祈福 或紧紧追求治病健身、神异功夫 此类行为使与佛陀教会背道而驰 不仅本末倒置 更无形中为外道或邪教的传播提供了土壤 令人扼腕叹息、坦白讲 我们实在无需在这些旁之末节上劳神费心 毕竟,这纯粹是一种妄想执着、徒增烦恼 对于一个愿意如法修行的人来说 随着修行的深入,业障自会见次削减 不良习性得以转化 福报自然增长 甚至可能开发出一定的神通 当然,佛教在救度众生时 虽会善用神通作为方便法门 但在日常修行中 绝不提倡过分强调或炫耀神通 究其原因 神通有时会成为修行的绊脚石 若心性修为不足 极易对其产生过度执迷 不仅阻碍进一步修道 有时还会加速堕落 须知 神通非智慧 只是一种相语妙用 且有究竟与不究竟之别 本质上不可执着 一旦陷入执着 便无法证得究竟圆满 何况 许多特异功能并不能等同于神通 如蚂蚁等小昆虫 部分小动物能够预知天气 地震 而人类却无法做到 蝙蝠虽无视力 却能在飞行中发出超声波 避开障碍 试问 即使我们具备了这些连动物都有的特技 又能有何等骄傲 正信的佛教始终致力于追求智慧解脱 唯有外道与邪教才会片面强调神通 借此蛊惑人心 制造个人崇拜 除究竟觉悟者的境界外 一切中间状态的神通皆为相对的相状 唯有身 口 一三叶彻底清静 大智慧 大觉悟方能显现 从而生出真正的大神通 然而 对于普通凡夫而言 要做到身 口 一三叶 完全清静 近乎不可能 顾需依循一定的教义与方法进行修行 反过来说 若一个人真能做到身 口 一三叶清静 彻底圆满的真理 智慧与觉悟必将显现 随之而来的是不可思议的大神通 届时 他已超脱生死烦恼 无需再进行任何形式的修行 神通不过是修行的副产品 修行的终极目标 在于消业解惑 求得智慧解脱 神通在业力面前 往往显得力不从心 以佛弟子大目间连为力 这位被誉为神通第一的高僧 虽有惊人神通 却无法救度自己的母亲 最终自己也惨遭横祸 这些佛门公案 深刻揭示了一个本质问题 即使我们开发出特异功能或神通 若无法改变因果 摆脱轮回之因缘 扭转定业 终究无力扭转命运之轮 关于正信佛教的理解 本文只能做一番粗浅概述 在现实生活中 若条件允许 建议诸位深入研读棱研经 此经堪称 鉴别佛法与伪佛教 外道 邪教的照妖精 对当今披着佛教外衣的外道 邪教早有精准预言 简而言之 正信佛教 即符合佛陀所传圣言量的佛教 所谓圣言量 即使三法印与四一具体内涵 请诸位参阅相关佛教典籍 三法印 一切现象无常 一切现象无我 涅槃寂静 四一 依教不依人 依智不依实 依亦不依语 依了亦 不依不了亦 类亦即究竟法亦 我们应以佛陀所传的根本教义 圣言量为准则 辨别那些随世俗变迁 而生的权益教义 是否为佛教 是否为正法 只需用三法印 一事便知 若有心之人 企图浑水摸鱼 传播外道或邪教 我们若能通晓三法印与四一 便能识破其真面目 免于上当受骗 四一含义清晰 此处重点解读三法印 一 诸形无常 诸形无常揭示了宇宙间一切现象 包括万物万象 无时无刻不再运动变化 无永恒不变之特性 有人称此为辩证法 却乎如此 辩证法在某种程度上 与佛学中的缘起性空观念相契合 正因世界永不停息 不断流转 因诸形无常 我们才拥有无限机遇 哪怕昨日犯错 今日重新开始 依然能重塑命运 若认为事物恒常不变 即所未常 恰是佛教坚决反对的宿命论 同时也是哲学上的机械论 世间万物皆无自信 全凭一定因缘 因果的聚合与消散而生灭 聚散 凡存在 必会变化 遵循承住坏空 与生住易灭的规律 正如我们所经历的逆境 顺境 无论愿不愿意 它们来去不由人 终将成为过去 正如地球气象万千 若无太阳与大气层 这一特定因缘 云 雨 红等奇观 便不会出现 故一切因缘与现象 都在变化之中 无自信 无常性 然而 万变不离其宗 这个宗 便是世界本然的真如实相 是不生不灭 不增不减的一切本然 二 诸法无我 诸法 涵盖宇宙间万法 即一切万物万象 及其生成 消亡之原理 规律 是所有缘起 妙有 妙用的总称 所谓我 亦为万法之一 同样经历生 蛀 易 灭的过程 无一例外地 处于无始无终的运动变化 生灭代谢 因果相续 千流不息之重 我由五蕴四大聚合而成 既然诸形无常 生命自然亦无常 不过是几十年光阴的短暂幻象 终究会消逝 唯有我们的自性本体 即真如佛性 才是永恒不灭 不生不灭的本然存在 因此 诸法无我中的我 并非指你我他的个体之我 而是指无自性的我 这个我 只是因一定因缘暂时存在 由五蕴四大聚合而成 实无自性 故我既不可执着 也无法执着 一切皆为幻化 无意时有 故曰无我 相比之下 外道 邪教主张诸法有我 执着于法有自性 认为法真实存在 我意为实有 形成主客二元对立的世界观 执着诸法有我 实为大邪剑 将滋生无数业障 常见邪剑有两种 对友情起执着妄想者 名为人我剑 对法起执着妄想者 名为法我剑 又称我执与法执 由于执着有我 我们便会产生诸多错误的人生观 价值观与世界观 进而造下诸多业障 所谓业障 主要分为烦恼障 与所知障两类 烦恼障阻碍 细生死轮回之根源 所知障阻碍智慧 不仅只用已知去判断未知 更只认为 我的认知之外 另有一个客观实体存在 即生启乏我执 如此一来 我们自然无法真正认识事物本人 阻碍了智慧的发展 三 破除我执 探求真谛 众生受困于 人我执 贪 嗔 吃 慢 以五毒之心 随之滋生 导致种种损人利己 唯恶造罪 无所顾忌之举 乃至误入邪教歧途 令家庭与社会难以安宁 诸如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 无毒不丈夫 人本自私等观念 皆助长了这般行为 使得人们在六道轮回中 深陷业力臣服 不得解脱 故而 若不从根上进化 重塑这颗充满我执的 凡俗心灵 铲除夜音 于终极而言 何谈真正的幸福圆满 在观伐我执 我们自身为正报 所处时空环境为一报 修行始于正报 正报转变 一报随之变化 两者实为一体 倘若我们坚信 有一个独立于我之外 可被认识与执着的 客观物质世界 那么正悟菩提之道将遥不可及 万法为实 心物一体 心物同源 我与万物并非彼此孤立 心法与色法非二元对立 此乃关键所在 务必深刻领悟 有我意欲含主宰之意 比方说 我欲抬手 能自主决定并完成此动作 此为主宰 由此 我们一生执着与无名 幻想世上有某个主宰力量 在冥冥中操控一切 即便学佛之人 也可能对佛产生迷信 祈求食言 佛呀 请保佑我 内心深处 已视佛为主宰自我命运的存在 此观念谬宜 由我另一层含义 在于其恒常属性 即认为 我始终不变 昨日之我及 今日之我 今日之我 又将是明日之我 无丝毫改变 故称常 然而 事实果真如此吗 今年我们或许 对某人爱的刻骨铭心 来年却可能淡然如水 曾经贪恋的美貌 不过数载便已韶化不在 当体内荷尔蒙分泌减退 欲望也随之削减 若硬说有何永恒 恐怕唯有无常这一现象的本质而已 四 无常之我 无法主宰一切 这个无常的我 是无法掌控一切 一旦拥有我这一身躯 烦恼接踵而至 挣钱 买药 穿衣 享乐 贪恋种种美好 拼命维护这些美好 然而 无论我们如何竭力挽留 这个我的身体 依旧无法抵挡无常的侵蚀 逐渐衰老 衰败 我们对此束手无策 只因无法抗拒 因果与客观规律 我们对我的身体 只有使用权 无所有权 许多是 我们无能为力 渴望无病无灾 长生不老 纯属妄想 我们努力半天 却发现自己 无法主宰自身命运 正是面对这些无可奈何 我们才选择学佛 寻求洞悉一切智慧 掌握解脱身心之法 普通人出设佛门 或许期待长生不老 无病无灾 甚至悉悸拥有特异功能 这些想法尚可理解 然而 若始终抱持此种观念 学佛之路 恐难有大成 最后 必须强调的是 总有人难以接受 佛学中的无我之说 只因我们身陷 有我业力 习性与惯性思维之中 难免产生疑惑 无我之下 谁在修行 我都消失了 如何是好 其实 大可不必为此忧虑 这就好比一滴水 深知自身无常 执着于我这一滴水 只会走向干涸 于是选择无我的融入大海 当真正会入大海那一刻 它将豁然开朗 乐达一切无我 及实相的智慧涌现 原来无我及无不我 自它不二 世界本为一体 无物真正消失 无物能被重新创造 无我皆是实相 我修行无我 实为回归真如 故无我乃圣一地 我在修行是世俗地 无我并非否定 或消灭我本身 这一点 我们必须明了 三 涅槃寂静 关于涅槃寂静 前文第十五章已有详述 此处不再重复 仅做简要阐释 涅槃 梵文Nirvana 译为心灭 寂灭 解脱 在佛教中 涅槃代表着烦恼的止息 生死轮回的终止 是修行者追求的最高境界 涅槃并非消极地死亡或消灭 而是积极地觉醒与超越 是心灵从无明 痛苦与束缚中彻底解脱 达到一种无生无灭 无垢无净 无增无减 无苦无乐的宁静状态 寂静 即止涅槃状态下 新的绝对平静与安详 超越一切对立与冲突 无烦恼 无痛苦 无杂念 达到究竟清凉 涅槃寂静意味着对世间一切现象的如实观照 了知其无常 无我 缘起信空的本质 从而超越生死轮回 正得究竟解脱 涅槃寂静不仅是佛教修行的终极目标 更是对生命本质的深刻洞察与超越 他揭示了生命从无明到觉醒 从苦海到彼岸 从有限到无限的转化过程 体现了佛教对人生苦难的深切关怀 与对究竟解脱的坚定信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